蒸包子到底用大火还是小火,十个人九个错,难怪发不起来,或者是蒸完之后就成死面了 教你一招,这样蒸出来的包子特别的爽软,这招我也是最近才学会的,没有想到这么管用 首先把面粉倒在碗中之后,然后再用筷子把面粉铺平 不用加白糖也可以,直接把酵母粉撒在上面 500克的面粉加大概3克的酵母粉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一下,把酵母粉搅拌开,搅拌均匀,这一步很关键 然后再准备一小碗的温水,水的温度大概在20度左右 一边倒温水,一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之后,然后再下手给它油成一个面团 把面团油光滑之后,然后再放一边盖上保鲜膜,给它醒发一倍大 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可以放温水里面醒发 再准备一根大葱,把大葱切成葱末 把大葱切好之后,直接放油末上面 然后再淋上滚烫的热肉激发出大葱的香味 把馅料给它腌制一下,馅料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腌制的 我这里放的是一勺蚝油,两勺的生抽,然后再加一勺的老抽 再加点五香粉,再来点胡椒粉,一勺白糖适量的食用盐 用筷子把调料搅拌开,搅拌均匀 再放点姜末,如果是吃不了姜的话呢 可以泡点姜葱水倒进来,再放点葱花 这个时候馅料还是比较干的,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清水进来 少量多次的加,一边加一边用筷子搅拌上进 再把馅料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 好了,这个时候面团也发酵好了 一定要发到这个面团里边有这种细细的小孔 这样才算发酵好 把面团发酵好之后,放油面贴上 然后上面撒点干面粉防粘 发酵好的面团一定要油搓排气 多给它油个一两分钟,然后再把面团搓成长条 再用刀切成小鸡子的形状 包包子的皮不能擀太薄,一定要擀厚一点 如果我是擀太薄的话,蒸出来的包子容易成死面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以前包包子的时候把这个面皮擀太薄 前面不管是发的多好,蒸出来的包子都是死面 而且硬邦邦的 包包子这个皮一定要厚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把包子包好之后不要直接上锅蒸 包好之后冷水上锅,然后盖上锅盖,醒发第二次 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要醒发到用手按下去有回弹就可以开火了 如果是还没有醒发好就不能开火 醒发好之后开大火,锅里边上气之后再转中小火 开中小火蒸个10分钟,然后焖个5分钟就可以开盖了 只要按照前面这些步骤,蒸出来的包子绝对的松软 还不会蒸包子的姐妹赶紧收藏起来安排上 这样蒸出来的包子真的是比外面的好吃特别的松软鲜香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